各位宜蘭鄉親大家好 歡迎繼續收看這集的郭語新聞 新聞一開始來看今晚最新的消息 因為受到蘇拉颱風的影響 縣府晚上宣布 明夜宜蘭縣是全縣停止上班上課 繼續來看到縣長林聰賢 接受前往同案節園區 來巡視各項的防範措施 呼籲鄉親要小心防範 至於針對宜蘭縣下午3點半 才宣布停班停課引發批評 縣長解釋 這是參考專家的意見所做出的決定 受到蘇拉颱風影響 同案節暫停兩天 所有的工作人員 從昨天晚上7點開始 進行場地的防台措施 該猜的猜 該加固的用繩索綁禁 縣長林聰賢 今天上午也特別前往 現場巡視各項防台措施 今天算第一天 明天也暗算要休息 我們做這種防台準備 多數臨時的設施都已經做好固定 甚至有的可以收起來都先收起來 當然現在這個報榜 我們希望它會在保育前 更好 這幾年我們有發生 這個冬山河疫苗 水淹入在裡面 造成不少的孫時 我們今年已經把這個防草的閘門 加關60公分 做兩台固定石的抽水機 我們也怕火量比較大 我們還有保證一台 移動石的抽水機 我們現在就先把這個水位 抽水比較大 萬富平 如果這個大火來時 可以做這個移風性的措施 還好上午的天氣狀況還算不錯 雖然偶爾有幾陣大風 但主舞台的拆除工作 總算是有驚無險 縣長表示 蘇利颱風結構完整 恐怕會對宜蘭縣帶來 重大災情 提醒鄉親做好各項方態措施 而宜蘭縣在漢疫變小組 也都已經就定位 可能是風的比較大 火的影響 我們對農業發生 土豆流危害 或是飲水危害的所在 我們都做預防性的措施 尤其是在這幾年 輸了颱風以後的福建的所在 我們都派出外出 派出專門的人員 都住在那裡 萬不允露也幫幫忙 那些地方有機構有優雕 就能來衝刺 其他的地方 不要要發生孤島效應 我們都有做儀博 做一個儀博 所以當然最好緊要是 我們每一個鄉親在自己的家 在自己的墳頭 知道都會比較危險 在途中風大火大的時候 隨時跟在地鄉親公司 或是跟我們的應變同心來做聯絡 我們隨時都 從現在開始都是一級的隔壁 大家都隨時可以當地來做 豐災離災的準備 另外針對縣長在監上宣布 宜蘭縣下午三點半停班停課 引發許多鄉親不滿 縣長解釋是參考專家建議 所做出的決定 我們早上就聽完氣象局 跟民船大學他們在做這種預測 他們原來跟我們講說 風大雨大應該是在傍晚 六點左右 然後到入夜 甚至到半夜是最大的時候 因為我們考量說 大家現在都在上班 都在工作的崗位 我們希望大家也要回家做房台準備 所以提前兩個小時 就讓大家先行下班 那我夜間都是停班停課 我們是做這樣的節套 很麻煩 因為雨開始大的時候 在接小孩的時候 很不方便 而且比較危險 就可能會提早去接小孩 可能要請假 太晚了啦 直衝來宜蘭 怎麼會從三點半才開始 人家別縣市北北基 都是兩點之後開始了咧 我們逃生的時間都沒有 他們比較少 那個保守的說法都是 下午兩點以後 就會有風雨 是有風雨 是有風雨 一人是傍晚六點 這個才會 他說大風大風 對啦 對呀 他是說傍晚的時候 比較接近陸地嘛 因為這個 野蘭新聞記者黃文淑 採訪報導 我問他們如果是真的 我問他們會偏重去 我問他們的 我要是這樣的 他們要是誰 他們去洗脯 他們要過 他們去洗壞 來洗了 你們去洗 他們在洗 那些洗 他們要洗 然後洗